帝昼侯义 进不能剿贼剑功 退不能保镜安民 惭愧 愧对列为先祖先皇 哥呀 这说两句就行了 谁知道先帝爷 他听得见听不见 刘备 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立誓 此生此世 臣定要剿灭叛贼 堪平四海 光复宗庙 忠兴皇室 玄德老弟 我请问你 袁绍何在 我听说在迦德殿上 为孙坚制酒庆功的吧 你可愿意随我去见他一面 好 我与你去 孙将军 请 孟德兄班师回朝了 情况怎么样 大圣而归吧 救回圣家了吗 我没有得胜 我大败而归 而且败得极惨 我兴业率兵 追杀董卓 不要再刑阳 遭遇吕布的伏计 不起伤亡过半 如果不是曹洪 把他的战马让给我 此刻 我已经命丧吕布几下了 孟德孤军追杀 永贯三军 随败有荣 是吗 我也有一句 痛彻心扉的话 想说 你说 说 匹夫叔子 不相欲谋 曹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袁绍 袁绍 袁盟主 我等会盟以来 至少有三次机会 可以把董卓扑灭 可是 都被你们 生生给错过了 好 第一次 就是我等会盟之初 我建议趁董卓无防 兵分五路 攻取洛阳 可是你们不听 第二次 就是董卓刚刚出关的时候 我建议出骑兵 恭喜董卓的后防大意 可是各路诸侯各位名利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都不愿意率先出兵 第三次 就是董卓西前我率兵追杀的时候 你们本该派出所有的旌旗肖将 行业持援于我 可是你们都按兵不动 支持我大败 这话就是 孟德兄不对了 你为何追杀董卓啊 那是因为你贪功心切 孤军深入 为何呀 你想独自竭得天子啊 怎么样 中了董卓的圈套 那才大败而至 没错 我是有些轻率中了董卓的伏击 可是在我被伏击之后 如果能有上万的旌旗 继续追杀下去 一定能够斩杀董卓 结回圣家 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 就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伏击 董卓伏击得逞之后 必然只得一满以争骄兵 他料定我们不敢追杀 根本想不到追兵之后 还会再有追兵 孟德此话 深得兵法精髓 只可惜 我兵败之后 实在是 无力继续追杀 可是我回来一看 各位诸侯居然在这儿 彭羊宰牛 饮酒作辣 我曹某 今此大败 已经看透了列位的心机 你们名为伏汉脚贼 实际上 都是在谋取自己的私利 曹某 身以为耻 仅此 告辞 你这是 玄德也要走吗 将军且慢 其实在下早已经告过此了 只不过内心还有报国之私 所以才徘徊不定 元盟主既然问起 在下正好直言 我三兄弟自惠盟以来屡历战功 可是 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 反而处处受到刁难 今天刘备也斗胆问一下元氏兄弟 你们二位是想除贼服汉呢 还是想借除贼之名 趁机掠取天下呢 所以我刘备宁肯落入草马 也羞于儿童为我 元盟主 我孙奸自入盟以来 始终担当先锋大任 破白马战虎牢 可是一直得不到大营的知觉 只是我江东子弟死山过半 我孙奸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听孙将军的话 像是也要告辞了 不错 君子绝交 不出恶意 我战伤发作 不能再战了 我准备明日率部 返回江东 孙将军之急 恐怕不是战伤吧 是为了那块 传国玉玺吧 你说什么 文台兄 俗话说得好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那块玉玺 是天子的命脉 朝廷的大宝 任何臣子都不得私自藏匿 否则就有不臣之心 有谋国之弦哪 你既然拿到了传国玉玺 为了避免众诸侯起义 理应放在蒙主这里 日后 我也好敬献给朝廷 归魂与天子 并作茂你的护国之功 否则 众主侯会说 我们舍生冒死的剿贼 贼在哪儿呢 原来我们自己的大营里 出了妄想篡地的国贼了 怎么 原盟主暗部假释 是想杀了我们 对 端端不是 不过我既然身为盟主 就必须要秉公办事 为朝廷拿回窗国玉玺 这点还请文台兄多度见谅 来人 将孙剑撒下 来人 是 文台兄 别误我 你我还是从长记忆吧 请原盟主讲清楚 我孙剑有没有藏匿 可以传国玉玺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孙剑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好 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我就说 孙将军战伤复发 引兵回江东养伤去了 不是 不 你不想认我 都是说 這些长官邦'll know 原刘 这些长官邦的最后 我 这里 和这些长官邦的大师 被刀打爱 更刀 此番别后 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再见时 也不知你我之间 是敌是友啊 今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孙某 绝不与两位英雄为敌 只要是忠于大汉之人 便是我刘备之友 只要叛汉驻贼 不管他是谁 都是我刘备之弟 说着好 玄德 请问你准备往哪里去 我已得到公孙将军邀请 前往平原县暂住 请问曹将军孙将军呢 我准备引军前往扬州 别图旧国之道 我妈自然是 反将军固理养伤 剩余后 只能报警安民了 可叹啊 十八路英雄豪杰刚刚起事 却有心慈 从此后 汉庭霍乱 无休无止啊 玄德此言 时有不缺 恕我直言 十八路诸侯当中 只有孙文台雄 你我堪称英雄 其他人物 不是英雄而是枭雄 我料要不了多久 他们之间就会拼给你死我 所以 我们选择尽早离开 是为上上之策 刘备 仅此告辞 宣德 保重 宣德保重 曹将军 孙将军 保重 文台雄 告辞了 文台雄 刘布 在下有一事相问 如有难言之处 你可以不回答 请问吧 你真的得到了 传国遇兮吗 文台雄 恕我直言 在我看来 此物并非福气 而是祸害 袁术袁绍杰有君王之志 无不贪恋此物 你得到的 只是一块石头 却可能树敌于天下 孟德此话 悠儿小儿孙权说的倒是十分相近 孙权 我认词 是封心的 我要封心的 他跟封心的 也要去封心的 你是封心的 你得到封心的 你得到封心的 养个儿子就应该像他一样 他儿子